重要的地方会标射起来 那有时候我也会去找一些像会计师的题目啦 平时喜欢在咖啡厅工作 但有时忙起来就坐在这一整天 担任助理教授的谢安轩 公立学校和私校都有待过 平时除了准备基本的PPT 还会搭配讲义题材 每份教材至少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准备 但是工作内容当然不止这些 对于教授刚上来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辛苦 因为要带很多新的科目 所以他的备科时间和教学时间 可能都会比其他的 可能资深的老师要更长一点 那这部分会占掉很大部分的你的时间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讲到做研究 那研究的话没办法 就是我们为了要升等 所以要有一些发表 在私立大学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招生现在可能少子化的关系 所以你要像说要负责去高中断 去宣传或者是你要做一些招生的案件 说出不少助理教授的心声 教学研究行政样样都得自己来 私校还可能得扛起招生责任 根据国研院科证中心2020年国内大专教师与研究人员 职务内容与时间分配调查 我国大专院校未满35岁的年轻教师 每日总工时 每周工作天数 日军教学以及日军研究工时 都明显高于其他年龄区间 其中鼎大助理教授州军总时数59.3小时 相较于美国鼎大科学工程领域的师资 多了三小时以上 60个小时 其实我也很同意 就是基本上我以前在私立大学当主理教授 应该都是远远超过60个小时的 对 所以这可能也是因为刚上来的关系 一些国外的同事 他们比较多是会分得很清楚 教学型跟研究型 行政上面几乎上是不太需要的 因为他们大概都有细的资源 他们会把行政给处理完 升等就像其他行业的升职一样 是压力当然也是一种训练 只是还得兼顾教学以外的事务 有时确实会分身乏术 甚至逐渐抹灭掉教学热忱 学校没有扩展相应的人力 他没有聘请足够的职员或秘书来从事 而是把这些业务直接转嫁给 年轻的老师要他承担 那联教师可能在升等或评件压力下 敢怒不敢言 那也都只能配合 结果其实间接还是牺牲了他们 专心在教学研究上面的时间 除了几个鼎大之外 大家多多少少都有招生的压力 无可避免的现在变成所有老师都必须要有负担一点招生的工作 台湾的这个制度比较特别 就是说经常是由老师来负责审核学生的入学 那譬如说像在美国 对比国外的分工明确 台湾教授几乎什么都得要会 成备的工作量零零总总加起来 工时恐怕也难以计算 每个工作都有不为人知的辛苦面 只是是否有给助理教授们充足的时间 让他们专注于本业教学研究 或许该思考比例配置 特别新闻中德容周学台报道